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公司几位元老以外 别人都不知道 这也是咱们文士的一个秘密 既然是一起创办的 那他们三个不是好兄弟吗 是 是曾经的好兄弟 可是后来变成了仇人 为什么 当年你爸爸 老白 还有骑大马 并称为公司的三巨头 三个兄弟在公司创业的最初阶段齐心协力 没有过不去的难关 把公司办得是轰轰火火 后来商场上的敌人阻击文士 使文士陷入了绝境 就在这个时候 你爸爸和骑大马产生了分歧 矛盾越陷越深 直到有一天 骑大马不辞而别 并带走了公司里大部分的骨干员工 他背叛了文士 这对当时的文士那是致命的打击呀 文士集团就变成了一座死城 当时我跟你爸爸 还有老白 站在这办公室里空荡荡的 一个人都没有 我当时连死的心都有 后来你爸爸跟老白相当于重新创业 这才有了现在的文士集团 你爸的肝病也是那个时候积劳成绩造成的 妈 您放心 我不会让文士垮的 我当然放心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这骑大马鸟无音信这么多年 为什么这个时候回来 而且他对国内这么不熟悉 为什么这么有信心 我不知道 你当然知道 你不愿意承认 是不是 妈 我问你 在这种时候 谢子天去哪儿了 为什么他爸爸都联系不到他 他应该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吧 你不要自己骗自己了 谢子天跟齐大马 当年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 当年你爸爸就是因为太重兄弟情义 他才忽略了齐大马在背后的动作 我可不希望你走你爸的了 妈 当年爸爸和齐大马的感情有多深我不知道 但是子天 我太了解他了 他不会做这种事 你还太年轻了 孩子 当你真正经历了背叛 你就会发现你再也不会相信任何人了 我再来 不见了 你便宜吧 你不愧呢 你不要一个人 你不愿意 在你身边 对 都没有来上班 而且 骑士集团宣布 另一个划行公司 闻先生 怎么又送东西来了 真是太谢谢你了 谢什么呀 太见外了 你要真想感谢我 就多微笑 能看到你的微笑就足够了 你要不要进去喝杯茶 不进去了 这次来呢 还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待免别吓人 之前你告诉过我说 你已经有男朋友了 现在你们怎么样了 没关系 你不跟我说也无所谓 我只不过 是想跟他争上一种 希望你能够给我一个机会 因为我喜欢你 你不跟我说也无所谓 是不是因为我是文向天 咱们俩之间太悬殊了 所以你们接受我 那我告诉你的秘密 我不是文向天 先生 你别开玩笑了 我的样子像在开玩笑吗 那你是谁 以后再告诉你 你现在只需要知道 文向天是假的 我是真的 怎么可能呢 这有什么不可能 小岁 你身边的这个男人 其实是个骗子 你说的是谁啊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他的真名不叫阿玉 他是不是叫阿玉 他叫谢子天 好 我们现在不管他是谁 他不会回到你身边了 白景天已经知道你的情况 对敌人慈悲 就是愚蠢 最大的愚蠢 你还太年轻啊孩子 当你经历了真正的背叛 你就会发现 再一次 去街道 我们开始感觉热 我们就高兴 冬瓜脑袋 你有小题大做了吗 你忘了 我怎么跟你说的呢 一个男人 就得给他爱的女孩自由 要接受他一切的缺点 对吗 唐导你也是啊 既然选择了冬瓜脑袋 这个小男人 你必须接受他 别去做刺激他的事了 阿玉你死呢 怎么回事 那个 阿玉临走的时候 用俺的手机录的 说要是他们俩在吵架 就让俺放给他们听 对不起 陶导 我就是一个混蛋 我就是小新眼 我把阿玉的画都给忘了 老瓜 你们俩真的还能画当圣子啊 他懂什么呀 他知道什么叫爱吗 他连自己身边的女孩 最难忘的是什么都不知道 你儿子真是够狠的 表面上劝我不要争斗 可他呢 把我的人全给挖走了 你别说话 今天他们连我的电话都不接了 你们用不着这么斩尽杀绝吧 我明白 你们宁可鱼死网破 我白景天在你们文家就是眼中钉 你们母子俩恨不得现在 现在就除掉我 老白 你说完了吗 老白 你不觉得现在发生的事情 很熟悉吗 当年文士在最危难的时候 骨干员工一夜之间消失 骑大马回来了 这家伙回来得正好 天忆 真是天忆 你们想方设法把我赶出董事会 我倒要看看 你们文士闹的笑容 当初骑大马拉我一块儿离开 我都没离开 现在想一想 我还不如当时就走 我都没有离开 你中国人流行吗 你更方便 你晓得你 你按饭 你也 każ意 你每三个人都没有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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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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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从小就生活在文士的光环里 什么年少成才 商界精英 你就是我呢 没有那么高深的背景 我只能看我自己努力 你们怎么努力 我都只是你们将军的手下 小跟班一个 我的服务 我要打败你 好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谢子天不逼你文向天唱 来啊 打来啊 基本上让你打个杠 够了今天 你再也看不到 我这么好脾气的谢子天了 文向天 你知道你在超市那段 我每次跟你见面听你说话 我心里想什么吗 我想的都是今天的这个场景 看看你现在的表情啊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老铒 郎 那 何 你 我 我不 我 没有 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商店就要关一天 关这一天损失多大 你们知道吗 不要忘了 还要吃 还要喝 还有油钱 老公 别这么抠门嘛 去去嘛 看一看嘛 哥 我也想进城 我们去文氏集团参观吧 你不是老实说让我们去什么见世面 可以去现场观摩吗 这就是好机会 对啊 老板 都当我是笨蛋 是不是 看不出来你们想什么东西吗 进城学习个什么鬼啊 都想去玩 我看得出来 对不起 我真没想到 都怪我 夫人我对不住你 我 我更对不起文先生 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想听 是妈对不起 自从你爸爸走了以后 妈把这文诗是搞得一塌糊涂 妈 这都不怪你 咱们想办法 想办法跟他们斗 咱们跟他们抢着市场 我就不信咱们这么大个家业 斗不过他们 妈 我们真的斗不过他们 我已经研究过了骑士集团 他们这几年 在东南亚南美的市场 都扩张得非常霸道 斗云落意收购 挤压对手而闻命 更何况 他们为了对付我 已经准备了大半年的时间 现在我们门市 是腹背受敌 妈 我们该怎么办呢 赵回白景天 你说什么 不惜一切代价 我要父亲请罪 好好好 来 还是闺女好 谁都可以背叛爸爸 只有闺女不会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您的 弟弟啊 听爸爸一句劝 和谢自天那个混小子 一刀两断吧 爸爸早跟你说过 谢自天不是什么好东西 可你偏偏不信 要不是现在他背叛了闻市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劝你 也许 我真应该感谢他 爸 弟弟啊 你不明白 爸爸其实很对不住你 当年 爸爸答应过你妈妈 让你嫁一个好人家 本来呢 你现在应该成为 闻家的儿媳妇了 爸 别说了 向天 白叔叔 基哥 你先回自己的房间 你是来". 还是来哄我 都不是 我来是ソウル 好一个. 如果你面对一个处心激励 不惜装风卖上轰你走的人 突然说要挽留你 你会怎么想 我会不信 但是白叔叔 我这次来真的是向你请罪的 少跟我来这套 你何罪之有 商场只有胜负 没有道德批判 赢了就是赢了 好 好 好 不过文强天你给我记着 你还很嫩 很快你就会回在另一个人身边 因为他比你还狠 还会加息珍重 这正是我来找你的原因 白叔叔 华星公司的并购案 您受委屈了 我查了一页 里面虽然是有问题 但根本不像张伯居说的那么严重 如果我们能在歧视之前 把它并购 也许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那么被动 白叔叔 您说的没错 我还是能 你想用这些话来打动我 又止了些吧 我不是想打动你 只是说出我的真心话 白叔叔 文家需要你 您驰骋一声 不能以败局收场 如果可以的话 我和您一起联手对付齐大王 还有谢子天 谢子天 我根本就没把他放到眼里 不过骑大马 我太了解了 他既然出手 就是有备而来 你以为 就那么容易对抗吗 有您 我就有信心 那如果我说不呢 白叔叔 当年您和我爸爸 一起遭遇齐大马的背叛 现在历史又重演了 只不过 我代替了我爸爸 但我和我爸爸 同样的都是需要您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我好像被耍了很久啊 怎么样可以让您相信 白叔叔您说 我尽量去做 好 很好 我喜欢你的态度 是干大事的 您说 按原来的计划 娶我的女儿滴滴 我们两家并成亲家 这对你来说 不难吧 小心 我是说服不了他了 让他套那么多钱 紧着笔登天啊 实在不行 我就自飞 反正 也该放放假 让老板知道 那扣你半个月工资 那 去找他 冷静 冷静 老板娘 你就跟老板好好说说吧 得了吧 老板是听老板娘的话 但唯独在钱上 他会翻脸的 看我的 他 哥 哥 哥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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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这个树啊 真的听我的话 以后少和他们说两句话 这帮人蹬鼻子上脸 进城光顾什么鬼啊 呸 那个老公 我怀孕了 我怀孕了 老公 你不是说过吗 说是不我怀孕的话 带我去海南嘛 那这次咱们不去海南了 咱们有的庆祝 咱们去城里吧 是吧 你换我多少钱 老公庆祝庆祝我 老公你没事吧 老公牺牺牺我 进城 进城 我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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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 咱们进城吧 哈哈哈哈 进城 哇 哈哈哈哈 喂 嘿嘿 好 咱们就成了啊 哈哈 喂 明年四岁茶室 喂 喂 喂 说话啊 喂 我来 喂 喂 阿玉是你吗 喂 你说话呀 我知道是你 不要再装了 你说话呀 我知道是你 温向天来啦 是 他就在门口 哦 哈哈 捡他亲自来了 老子不妨见见他 啊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七总 那我先回避一下 老长 你怕他会把你吃了 哈哈哈哈 还是回避一下的好 你们先谈 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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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叔您好 温向天 坐坐 你就是老子的大侄子 文向天 就像七叔大把 这么年轻 啊 哈哈 老了的 老子还是头一次碰上 这么小的娃娃对手 哈哈哈哈 嗯 跟你爸爸年轻的时候 长得真像啊 都那么招人 讨厌 哈哈哈哈 看来七叔 对我爸爸的怨恨 真的很深 哈哈哈哈 喝点啥 咖啡 绿茶 红酒 沃德卡 埃兰蒂 还是老麦干 您这里什么都有 那是啊 天南地北四面八方 来的都是客人 口味不同嘛 你都得招点好人家 你说啊 行吧 大侄子 坐 坐吧 这些年 你妈妈怎么样啊 我妈知道我来看您 托我向您问好 胡说 哈哈哈哈 你妈妈肯定恨死我了 对不对 你爸啥时候走的 十年前 那时候我十七岁 日子过得真快啊 哎呀 想当年我跟你爸 还有白景天一起闯天下的时候 也就你现在这个年纪 一转眼 老子头发都白了 哈哈哈哈 一项书给我吧 什么一项书 你这个娃娃 你不带一项书 跑我这干什么来了 您怎么知道我来 就要跟你合作 也不怪你 这些年老子一直在东南亚打拼 我的习惯你可能还不知道 只要我骑大马一出手 一定会把对手杀得片甲不溜 到最后 要么 你就挺着脊梁骨 跟老子战死 要么 你就带着异象书来 跟老子求饶 求我 分给你们一片市场 给你们点利润 哈哈哈哈 但是对于臣服的敌人 那老子还是喜欢开恩的 你会发现 我骑大马是天底下 最大的大善人 哈哈哈哈 不过 对于另一种人 老子也不会心慈手软 怎么样 你是哪一种啊 我没有带什么意向书 我只是想当面通知您 文士将会全面反击 把失去的都夺回来 记书 如果我们两家争斗 谁也不会有好处 就会与翁得利 你是在威胁老子 不是威胁 这里是美国AMB 进军大陆市场的计划书 还有印度几家商业机构的 会议资料 您看看 老子不看这件鸟纹 我已经给您翻译好中文 你有空看看 我直接带来 我 我 有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朋友们 请给我搞清楚一点 我们这次来城里呢 不是来买东西 不是来雪拼的 是来文士集团 跟他们讨教一下 学习学习 他们的管理方式是怎么样的 懂不懂 所以 有朝一日呢 我们也可以来这么一个股东大会 到时候呢 你们全部都是股东 了解吗 真的呀 老板 你是不是要分我们股啊 对呀 我也准备搞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份 什么股份来激励一下大家吧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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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Army 好可爱 阿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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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立由 阿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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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妈病好了没有 你不会真的在这个文氏上班吗 是 你别以为我前哪年明节跟土什么都不懂啊 真的吗 对 我刚一批上班 你真的在这上班 你们看看 你们亲眼目睹到了没有 你看我前那年那个年年岁岁超市 就是培养人才的摇篮 你看他刚到我们那的时候 傻不愣愣的小子还化了什么失忆症 结果不到三个月的寻陶之后 看到没有 文氏的员工啊开玩笑 不得了啊 大哥 你太棒了 太行了 我好崇拜你啊 我们超市 我们超市就是培养人才的摇篮了 再待四个月不得了了 去什么公司谁知道 阿玉 你真在这儿上班了 阿玉 你现在什么职务啊 你记得回来请我们吃饭啊 你这样不能真不错 是呀 你回来请我吃饭啊 阿玉 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啊 没说到这儿来风啊 你们好不经营你的超市 过你的小日子 带他们到这儿来风 这是你们该来的地方吗 阿玉 阿玉 老大娘怀孕了 对不起 可能我最近工作压力比较大 喂 到什么时候了还在聊 走啦 对不起 我 我得赶紧送白小姐 等一下 这是我们住的宾馆的地址 你要有空的话过来看我 走 走 走 阿玉 刚才那个样子也太可怕了 嗯 我从来没见过阿玉那个样子 感觉都不认识了呢 嗯 瞧瞧 进了闻市之后 整个人都变了 哎 我们走吧 反正空调也不凉啊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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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真想当了街上随着面结穿你 你 姐姐 你到底爱不爱他 那您为什么要跟我结婚 我只有这条路可以走 现在的文氏风雨飘摇 我必须要你爸爸 和我一条心去救文氏 如果我不答应他 他不会帮我的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我 对不起 我没有其他办法 以前我一直欠慕你 敢于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敢于抛弃一切 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真的没有想到 向天 你现在竟然也把婚姻 当作筹码 你不仅牺牲了我 你还牺牲了我 你不觉得你这样 他自私了一点 那你呢 你现在还爱梓天吗 他已经完全变得冷漠无情 变得什么东西都可以抛弃 他只是野心太大了 他只是自尊心太强了 他一直梦上着 有一天能够变成你 这个念头已经快让他发疯了 我们都了解他 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了 他小的时候 心地善良 宽容大度 他只是一时被权力迷昏了头 总有一天会醒过来的 你们女人永远以为你们可以改变自己的男人 不会的 梓天也不会 我真的觉得现在已经变得跟梓天一样 把爱情放在后面 像你说的把婚姻当成仇 可是我能怎么样 刚才我面对小孙 就跟一个懦夫一样不敢开口 好 那我们来打一个斗 看看谁能追到自己的幸福 前小孙 你到底在想什么呀 你到底在想什么呀